第七场赛事第五季第二组 前流公尺全力准备 扎门打开 出扎还算整齐的 现在在前面呢 先抢出来的就是内蓝的皇冠之五啊 那外侧的位置呢 我们看到有命中注定 也尝试走上前来去控制步速的 反而是这个阿特拉斯啊 现在卡在这两匹前流马的身后的 在他身后的内侧位置是黄金城堡 外侧的位置就有现金 在后面呢 紧追不放的是惊喜 两个马位以后啊 三匹马一字排开的 从内蓝呢 就是神的礼物了 中间的是精明时代 外侧的位置呢 就有好小子 塞福亭的坐骑 在他身后的外侧的位置呢 就是打喜了 内侧的位置则有台平神兵 那外侧的位置呢 店尾的一只匹马就是老板猩猩了 要留钱斗后的 现在在前面呢 领放的马匹就是显文诺的坐骑啊 皇冠之五啊 领的还算是比较的轻松的 外侧的位置呢 去逗他的是命中注定 在后面呢 外侧的位置是阿塔拉斯 内侧的位置就有黄金城堡 在后面呢 精明时代也赶上来了 在他外侧有打喜 还有现金 内侧的位置就是神的礼物了 店尾的马匹 现在改为太平神兵了 进入直路阶段了 三匹马是你争我抢的 首先半侠阵来的就是这个命中注定了 现在调整马位啊 从外侧现在尝试赶上来 阿塔拉斯呢 从中间上来以后呢 超越了这个潜力马 皇冠之五啊 外侧的位置 黄金城堡来了 黄金城堡 贾密尔的坐骑 看看贾密尔今天能不能先拔头筹 贾密尔坐骑 黄金城堡超越了这个阿塔拉斯 哇 金赛回来就赢马 好 第三的是神的礼物 然后是精明时代 再后面赶上来的马匹呢 就有命中注定 以及打喜 还有皇冠之五 老板星星 太平神兵 现金 好小子 以及惊喜 不错啊 呃 林立节今天三场了 哇 三年节 恭喜 也恭喜贾密尔 在这个竞赛回来以后啊 头一天就赢马 那现在 小宝会应该有压力了 有一天点啊 因为那个 他们的那个排行榜 到现在都没有变动的 他市场后面的那两位 连名次都没有变化的 他现在市场了 贾密尔 贾密尔现在越 又是有动静了 六场的差距 啊 你就不能说啊 我靠着这个 其实他已经发过奖了 今年又不平了 无所谓了 哇 终于赢了啊 这个黄金城堡啊 留的比较 前一点 跟前的啊 但是就跟在这个 阿特拉斯旁边 然后两平板一起发力 他就从外 从内栏切去外栏 马特拉斯早早就先发力 可是发力点 可能就到处没了 这就是黄雀在后嘛 啊 常常补偿 黄雀在后啊 他就是黄的嘛 你看他衣服也是黄的 黄的 啊 所以 这就是黄金城堡的